大家好我是无双 那大盘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深微的一个情况 那想问一下 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行情它强还是不强 那其实对于无双来说 对吧 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很强 因为今天的这个指数在上午的时候 虽然说沙拉会比较厉害 但是并没有什么恐慌盘出来 也没有出现一个放量 而且对吧 出现一个大跌的时候 大家可以说去看一下 连这个跌停板也没有几家 可能就值得一两家左右 所以今天的这个行情 它可能并不算做一个冰点 并不是一个行情的一个冰点 自然也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些方向 所以这一个深微在我看来 它就是一般般 那么今天就不说一个其他的一些方向了 就说一下我观察到的一个星骨和这个次星 这一块 它的一个情况 今天有一个星骨 它是表现的话会比较强 我们来看一下 日内对吧 就是翻了一倍 开盘价是38对吧 它然后收盘价对吧 是咱们这个56 最低到37块5左右 然后最高的话 它是到了这个79 那么为什么对吧 这个恩强瑞 它日内能够说去翻倍呢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对吧 之前打现在都亏了 为什么它今天能够走出来 其实这个事情要从这个9月份开始说起 注册制实行之后对吧 上市的这个公司啊 它是越来越多 但是市场上面的这个资金啊 它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注册制的一些新股 在上市之后啊 出现一路下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新股的这个亏钱效应对吧 一直没有改变 所以就导致大家就不愿意啊 去接力啊 去做一个接力新股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了10月下旬呢 这个新股啊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阶段 在10月22号的时候 对吧 科创版的一个 对吧 688的一个中置 对吧 上市首日啊 出现这个破发 打新啊 就开始出现一个亏钱的一个效益 那么到了25号的时候 创业版的这个个股 对吧 可服医疗上市首日也出现了一个什么 破发的一个情况 所以创业版也开始出现了一个亏钱效应 这个时候啊 不仅这个接力新股的人啊 亏钱了 包括这些打新的人啊 也在开始亏钱 那么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到28号的时候 科创版的一个新股成大生物 对吧 上市首日就大跌了接近30% 那打新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亏钱效应了 很多人开始不敢去打新 对吧 包括中签的人 对吧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交钱了 那么对于这种破发 对吧 对于这种破发 以及这个资金不敢接力的一个情况 就会导致很多新股 对吧 在上市之后 出现一个被低估的一个情况 大家就知道 出现一个低估的一个情况 那么出现低估的一些个股呢 市场啊 往往会去考虑啊 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 所以后面啊 一些基本面比较好的一些个股 在上市之后 也开始啊 出现了一些小幅的一些上涨 比如说啊 咱们这一个增光 包括这个九胜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都出现了一些小幅的一些上涨 甚至啊 出现了这一个四年版的一个情况 走出了一个年版的一个行情 所以当前啊 赤星 它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效益 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市场上面的这个资金啊 又有了这一个信心 开始啊 去做这个赤星啊 去做这一个新股 所以今天的这个恩强瑞 赤星就有勇气去冲击 它的一个无限的一个涨跌幅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周期 就是一个接力的一个亏钱效益 到这个新股的一个破发 然后啊 再到这一个赤星的一个赚钱效益 再到啊 这种情绪的一个加速 这啊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了 那么目前的这个行情呢 无双觉得啊 资金还有可能去继续模仿啊 这种走势 可能它的一个涨幅并不会说啊 高于这个 但是啊 咱们日内去抓十几个点 也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天 哪怕它低开几个点 也是有一定的肉啊 能够拿到手 所以大家啊 不妨去在这个注射制的一个新股 和赤星股里面 去寻找这样的一些标的 一些破发的一些300去进行一个套利 如果说啊 这些标的它的一些基本面 它的一些题材啊 能够说去契合当前的一些热点 它的一个爆发力可能会更加高一些 比如说啊 这个汽车的这个零配件 包括这个新能源 甚至说啊 半导体 这一块 那么这一些概念 对吧 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吧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的话说到这里 那更多的内容 我会放在常文里面 那么我们在常文里面去沟通 好吧